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对那个道教佛教什么的孔子 我非常感兴趣 所以原来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我才碰到了法轮功 那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想跟中国人在一起说话呀 出去吃饭呀 了解了解你们的文化 因为真的我觉得你们的文化是特别丰富 特别真的是很高很高的一种文化 在世界上我没找到 反正现在我都是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了 我的小孩都在学中文书法什么的 我真的是原来是真的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我才练法轮功 现在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了 我一直在练 因为对对我身体非常舒服 而且而且那个真善人对我的意识非常深 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用真善人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在每天 那我原来我刚开始练法轮功的时候 我的加拿大朋友说 你知道吗 现在是被迫害了 我当时觉得如果是被共产党迫害的肯定是好的东西 肯定是好的 那我更想念 所以中国共产党说法轮功是邪教 我一点都不相信 我更想念 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是迫害很多很多中国农民 我觉得中国人被迫害的不只是法轮功 很多不连法轮功也是被迫害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恶性 就是很恶的 我非常难受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人 我不喜欢他们这么苦的被迫害 不只是法轮功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我的文化我的说法不是很好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中国 我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希望他们那个迫害会停止 而且他们在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叫 都是火焰